我是小杨 你喜欢看网红直播吗 看着各种漂亮的小姐姐左右摇摆 你是否也想动一动 但你肯定难以想象 表面光鲜性感的女主播 背后隐藏的才是真正的恐怖 今天给大家带了一部网红女主播的恐怖电影 让我死现在风上 影片一开始 一位性感的女主播正在直播带货 各位老铁不要走 滑到我这里停一停 看我这个手电筒 晚上不仅能照明 戳一戳也很实用 买它买它就买它 吆喝了一阵 女主播也累了 开始看粉丝留言 直见一位叫莫妮卡的网友评论 横看成岭 侧成风 远近高低 各不同 这不摆明了调侃吗 女主播就有点不开心 我明明是买手电筒的好不好 女主播不开心 就要把莫妮卡踢出直播间 但是不管怎么踢 就是不好使 就在这个时候 诡异的事发生了 女主播好像被什么东西 钉在了半空中 脑袋直接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瞬间炼了好饭 这样的死法怎么看怎么诡异 但更诡异的是莫妮卡 又是一天晚上 一个女白领回到家 累了一天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 躺床上 小气一下 第二件事 拿出手机 翻翻朋友圈 不过注意看她的眼睛 连眨都不会眨 原来是个瞎子 可惜哟 此刻 这个女白领也收到了 来自莫妮卡的音频信息 就在这一刻 女白领的表情瞬间变了 她决定 冲冲凉冷静一下 但是 诡异的事又发生了 女白领回到床上 拿起手机 竟然又一次收到了 莫妮卡的留言 诡异的莫妮卡又出现了 无形中 女白领被一双滚手 举到空中 卡断了脖子 又是一件 诡异杀人案 我们的女主角 终于出现了 她叫翠花 是一名售卖励质化妆品的小老板 这一天 翠花的化妆品又一次发货了 高兴之余 她也搞起了直播 但依然忘不了 微子的化妆品 带的流量 当此刻 嘀嘀一声 手机传来熟悉的信息声 翠花只瞟了一眼 脸色当时就变了 只见手机上显示的 正是莫妮卡发来的视频信息 莫妮卡在视频中 爱她了很多人 包括早已死去的性感女主播 还有女白领 根据先前经验 只要收到莫妮卡的信息 而且还是自杀的 翠花收到的 正是莫妮卡的自杀直播视频 死去的莫妮卡 为什么会找上这些人呢 这天晚上 翠花一个人在家 还莫名其妙的停电了 又碰上了打雷 这可是女孩子最害怕的事情 但这并不是最恐怖的 因为 莫妮卡来了 不断触摸的鬼影 可把翠花吓坏了 门外还响起了诡异的敲门声 翠花像只无头苍蝇一样 到处乱撞 就到翠花快要崩溃的时候 她的帅气男友 铁柱终于出现了 赶紧抱在怀里安慰一发 不对 是安慰一下 翠花把莫妮卡的自杀视频 拿给铁柱看 铁柱却感觉 已经死去的人 怎么可能发视频呢 肯定有人恶作剧 不对 为什么恶作剧 偏偏想中你呢 翠花明显有些言不由衷 她对铁柱说 莫妮卡之前是个网红 帮翠花推广过化妆品 但后来和男朋友分手了 受不了打击 在直播的时候自杀了 翠花明显说谎了 真相没有那么简单 铁柱很忙 安慰一发之后 匆匆的离开了 这一天为了调查死去的莫妮卡 翠花联系到了 莫妮卡之前的一位好友 大兄妹 两人之前经常一起直播 翠花想从大兄妹手中 拿到莫妮卡家里的钥匙 到莫妮卡的家里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大兄妹刚开始并没有答应 但翠花给了她一些钱 之后 果然 没有什么是钱解决不了的 翠花还让铁柱一块来到了莫妮卡的家里 找到了莫妮卡的电脑 本想打开电脑找找线索 但电脑有密码 根本打不开 于是两人拿走了莫妮卡的手机 打算离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 死去的莫妮卡又出现了 翠花明明牵的是铁柱的手 可瞬间变成了果儿 很明显 莫妮卡并不想杀掉翠花 而是要一次又一次的吓唬她 翠花再一次逃脱了 都这个时候了 翠花的男朋友铁柱依然坚持 肯定是有人恶搞 后到家里 冷静下来的翠花 拿出手机 本想刷一刷好友圈 递递一声 翠花又一次收到视频消息 视频的主角竟然是大兄妹 大兄妹不知道看到了什么诡异的东西 瘫倒在地 之后便诡异的死掉了 不用问 肯定是死去的莫妮卡又来了 谁让你出卖人家 翠花是真的吓坏了 五官都不受控制了 一个又一个的人诡异的死去 翠花真的怕了 这天晚上 翠花坐在镜子前抹化妆品 镜子里的自己却突然不动了 满脸鲜血面目全非 她抬起头来 发现就连画像上的婴儿 眼睛也流出了鲜血 翠花严重感觉自己出现了幻觉 这样下去 就算不被莫妮卡杀死 就已经被吓死了 翠花惊慌失措的到处乱跑 一个不小心 也不知是不是莫妮卡推的 顺着楼梯就滚了下去 这下说得不清 面不可伤 腿脚也摔断了 只能做轮椅 看到翠花精神越来越恍惚 铁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她决定探查真相 她找到多年前 莫妮卡的经纪人黑子 黑子一听 铁柱是来打听莫妮卡的 神色当时就慌了 她随便搪塞几句 找了个借口就离开了 别看黑子长得黑 她的心比肤色还要黑 她对她手下网红 两个兔女郎 一点都不客气 经常打骂训斥 没打听到什么线索 铁柱就离开了 铁柱走后不久 诡异的事又发生了 就在黑子打电话的时候 一双鬼手使劲掰扯 她大大的嘴巴 啊的一声惨叫 黑子就这样引了合饭 两个兔女郎那边 也发生了诡异的事 他们正收拾东西 准备下班了 门却突然打不开了 其中一个兔女郎 直接诡异的消失了 等她再次出现的时候 已经头不是头 脚不是脚了 另一个兔女郎更惨 直接被吓死了 竟然死了这么多人 而且死得如此诡异 铁柱生怕下一个死的 就是自己的女朋友翠华 她必须尽快查评真相 这天铁柱找到了 莫妮卡的亲男友小浪 此刻小浪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 还是个白富美 果然站在身边从不求美女 小浪一听 铁柱是来打听莫妮卡的 神色也慌了 说话也不好听 没说两句话 就把铁柱给赶走了 这群人到底是咋的了 怎么一听莫妮卡去挤眼呢 铁柱走后 小浪一直心事重重 就连白富美女友 邀请她加入泳池party 各种美女各种嗨 铁柱也丝毫提不起任何兴趣 小浪一直心不在意 白富美女友看的也很不是滋味 没办法 只能安慰一发了 没想到 就在两人亲密的时候 诡异的事又发生了 死去的莫妮卡又出现了 小浪又是看到 之前和莫妮卡亲密的场景 又是看到自己的白富美女友变成了死去的莫妮卡 满脸乌血 面不回容 太可怕了 小浪被吓得到处乱跑 但最后还是被莫妮卡操纵着 亲手抹断了脖子 死去的莫妮卡到底为什么到处杀戮呢 直到此刻 坐轮椅的翠花 说出了莫妮卡的死亡真相 原来翠花的化妆品都是三无产品 完全可以称得上美妆界的贺点红 不仅毫无效果 而且还会伤害皮肤 甚至回容 但翠花为了尽快推广自己的化妆品 打开市场 翠花决定找网红公司的经纪人黑子合作 让黑子给自己安排一个头部网红 直播的时候夸一夸她的化妆品 带一带流量 黑子要了翠花一大笔钱之后 找到了他们公司的头部网红莫妮卡 做三无化妆品的推广 莫妮卡不仅人长得美 身材还特别好 粉丝那是相当的多 但是别看莫妮卡长得美 但其实她是个傻白甜 实在的不要不要的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 就在脸上抹上了翠花的三无化妆品 哦小可爱美化妆品就用它 保你每天美美的 咱这东西就是好 大妈化完变大嫂 买它买它就买它 除了每天的直播 莫妮卡每天都会在朋友圈发一条小状态 给三无化妆品打打宝 可是几天之后 莫妮卡悲哀的发现 连续使用三无化妆品 她的皮肤不仅没有变光滑 反而变得越来越差 满脸红疹一度溃烂 眼看自己就要毁容 这对于靠脸吃饭的莫妮卡 简直比死还难受 她严重怀疑自己的毁容 都是翠花的化妆品造成的 莫妮卡天真的给老板黑子 翠花打电话 请求补偿 但老板黑子是真的黑 不仅撒手不管 看到莫妮卡毁容 还想和莫妮卡解约 翠花更是见不着人 还安排自己的下属 也就是女白脸 拒绝赔偿 还买通了莫妮卡的男朋友小浪 拍摄了一段两人的私密视频 以此要挟莫妮卡 你要敢曝光 我就发视频 莫妮卡终于决定 不再实在下去了 她霸气开播 直接开怼 疯狂的把化妆品 涂抹在脸上 还高喊翠花的化妆品 具有强大的毁容效果 看到莫妮卡竟然不惧危险 还公开抹黑自己的化妆品 翠花直接把莫妮卡的小视频 发到了网上 莫妮卡的闺蜜同是兔子女郎 看到莫妮卡落难 不仅不帮忙 还疯狂转发她的私密小视频 直播中的粉丝们也是乌言晦语 莫妮卡彻底承受不住了 在直播中她自杀了 一切真相大白 原来莫妮卡是来复仇的 之前伤害过她的所有人都要死 现在只剩罪魁阔首翠花了 莫妮卡只剩最后一件事要做 那就是折磨翠花 让她在恐惧中度过余生 莫妮卡现实上翠花 亲眼看着自己的男朋友铁柱 摔死在自己面前 一步一步的毁灭了翠花的生活 身心备受折磨的翠花 住进了疗养院 几个月后翠花终于出院了 被一个护士从疗养院推到路边 等待家人 家人却没等到 等来的是熟悉的声音 毫无疑问莫妮卡又来了 电影到此也结束了 看了这个电影我只想说 网红不是你想当 想当就能当 当网红不仅要对粉丝负责 更要对自己负责哦 不然早晚得付出代价 好了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